演戏攻略开始播了 鉴于对于妈妈的偏见 对于这部剧完全没有期待 但是真的真的太好看了 有情节 有剧情 有惊喜 演员演技也都在线 而且剧里的每一个人都不令人反感 我们也再也不用看小白女主 白莲花女主了 先放两张秦兰的眉图 实在是太美了 她演令萍的时候 以为是她的颜值巅峰 但是现在依然很美 虽然戏份不多 可是演出了复查皇后的姨太和威严 还有善良 话不多说 来说说这次的女主吧 魏英禄是包衣的孩子 所谓包衣就是满足贵族的奴才 如果一旦是包衣 那就永生永世都是 甚至都不可以科举考试 过去的等级制度还是很森严的 一开始是进宫的宫女 一般的剧情这里肯定要出事 结果真的出事了 小宫女碰到了秀女的衣服 结果秀女很夸张的对她 正常剧情女主肯定是要出手帮忙的 结果女主也真的帮忙了 可是似乎从这儿剧情就开始没有按照走势发展 你以为她会天真的一争高下 结果她用不不生年的故事 使得秀女放过了她们 而且最后秀女被皇上炸则了 第一个敌人就这样被KO了 第二个和第三个敌人 也因为已经落眼的一出好戏 而被发配出宫 突然想起来一句话 不是敌人太笨 而是我们的女主太狡猾 KO 毕竟这种贵妃叫去毒打的戏 都能被女主装傻充愣 给蒙困过去 吃了一手的好汤圆 就连狠毒的贵妃 看到我们的小傻子女主 也有一种无奈 给人一种反差能力 女主绝对可以去拼一下金马奖了 就是演傻的也演得津津有味 但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 第三个敌人 害死了女主一直保护的朋友 英洛自证枪圆的念的杖八时 发配宁古塔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一个强大的女主 她不用别人来保护 她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 而且说魏英洛将来是令妃 还记得还珠格格中的令妃吗